大家好,我是莱斯拉 最近又有播错国歌的事件 令我们再一次感受到 在网络世界里 真假资料并存 良悠不齐的这种情况 是很需要向网络服务平台 要求作出整治的 政府现在已经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 而我也相信 公道自在人心 法理最终是可以彰显的 希望国歌事件 早日可以找到一个 维护到国家尊严的解决方法 其实任何法律条文 又或者一些互联网上的明文规定 都是仍以下的制约 对于从来不做恶搞 抹黑 起底等等行为的人来说 是不需要担心会触碰到的 所以我在制作视频的时候 就是会谨守一条仍以上的制约 就是诚信了 因为要建立诚信 所以在视频里面我分享的内容 和留言区里面我所有的回应 都是说真话揭真相 相反 一些别有用心的恶搞频道 就是要令读者远离真相 去达到他们的企图 如果大家不想和真相距离越来越远的话 就记得要关注这条频道 订阅 点赞 和把我的视频内容分享开去 那就可以令更多想走进大湾区的人 免于重伏 看清湾区真面目 向这集我跟大家提及过 今次回到内地 是有两个任务要完成的 其中一个任务 就是想在自己的屋苑买一个车位 而且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观察所得 原来车位的面积 尺寸 是可以很远处的 而且有些建筑结构 是没有在平面图上显示出来的 例如这一级T级 平面图就看不到 不小心买了 就会造成泊位上的问题 另外 开发商的销售人员 也向我们推介了一套车位 这一套车位 就包括了一个没有产权的人房车位 和另一个产权车位 泊山 画着红圈的话 全部都是人房车位 这样有红圈 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地块 就是这几只才是产权车位 买完了 现在就剩下这几只 还有这个人房车位 达着842、841 才是一个产权一个人房 即是要买了这个人房车位 才可以把车 泊进去这个产权车位那里 我们觉得很荒谬 没有义务买 所以也没有心灸 后来我们回到香港 再沉淀之后 就想 这个车位 会不会都有一些建筑结构 是没有在平面图那里显示出来的呢 会不会都暗藏中伏位的呢 于是我们就请过一位销售人员 去现场拍一下实况给我们看 结果大家都看到 真是有几级楼梯在那里 即是说 拍位之后 有一边的车门是开不了的 所以 不要以为买车位 就是很简单的买一个 长方形的面积 价钱 位置合心意 就可以随便在平面图那里挑选 其实 即使自己不是亲身去现场看下 也不妨露凡一下销售人员 拍摄一下现场的实况给大家看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又一次的惊一试 掌一致 另外 我们在购买车位之前 一定要从开发商提供给政府的图质 和文件 去了解相关的部件 从而来清自己打算购入的那个车位的产权问题 是有产权 有红本的车位 或者只是有使用权的人房车位呢 还有就是 要确定那个停车场 是不是已经通过了政府的批核验收 车位是不是已经发出了电子证书等等 至于第二个任务 就是陪同一位朋友去银行 启动回他的内地户口 在这一集 我提及过 我有一位朋友 买了一些商场的汤袍 不幸中伏 但是 又不幸之中的大幸 这个商场被白武士收购了 他不单只可以拿回本金 还赚到微利 这个情况真是万中无一 但是他这一笔款行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回到内地处理 加上他的电话卡又失效 收不到内地银行的一次性密码 没有办法做任何网上的转账 于是他这一笔钱 一摆就摆了三年 期间他还看到 报章一则关于内地提款 受到限制的报道 令到他更加担心 所以一通关 头等大事 就是要将他的银行户口 重新启动 众所周知 要将大额的款项 汇回香港 都挺麻烦的 所以 他和我一起去看车位的时候 随便就说了一句 应不应该买一些车位投资呢? 中介一听到这句话 他就提议 与其几十万买个车位 倒不如投资公寓 回报高很多 而我都很想看下公寓的最新市场情况 于是我们就去考察了两个公寓楼盘了 一个在横琴 另一个在保税区 在途中 那一位内地的中介 很坦白地跟我们说 内地买楼投资的人 很多时候都是炒消息的 例如一个地方 有一个新的消息 投资者就会不问价 不问产品地冲进去买 2016年住宅限购 他们就冲去买了一些 不限购的商铺、写字楼、公寓 当时很多人都是以高价抢购 不过他说 不要以为以高价买错了 有很多供应的商业产品 或者这些单位一直空置 租不到出去是灾难 长期每个月矫交 昂贵的管理费才是大灾难 这次流的面积大 往往都要百多平方米起跳 而管理费就很昂贵 由每平方米人民币十几元 至二十几元一平方米都有 甚至有一个项目 管理费是加到四十五元一平方米 情况就好像流血不治一样 而公寓就大跌价 结幅就有四成至七成不等 因为大部分的公寓 在国内转手一向都是很困难的 而加上疫情的关系 就更加无人问津 如果不是大批价 根本不会吸引到买家注意 价格跌下来 不用交增值税 都要交契税 而契税也比住宅贵很多 所以要买家去承担这些税项的话 他们就宁愿转头去开发商那里 买一手的公寓了 好像他要带我们去看的其中一个单位 百多万买入 现在用几十万放售 税费都要交四万多元 而且说明税费是要由买家承担的 这位中介之所以带我们去看这个公寓盘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跌到很低 都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 而住宅方面炒消息就炒得更加敏感 去年就炒横琴的管车拳 有业主就释手不肯卖 当消息陈埃落定 价格就在冲高之后回落 最近又有新炒作了 市场上有沸腾腾的消息说 买了横琴的住宅 落了户就可以取得澳门的身份证 于是又引起了一些国内的居民的关注 他还提醒我们 找楼盘的时候 最好找一些有双重认证的盘员 以免堕入钓鱼陷阱 假不对版 免失事之余 又令自己大失所望 而且房产中介平台 对买卖双方都有特定的保障 下一集我就会和大家分享 我们看这两个公寓楼盘的时候 发现到一些什么的中伏位 价格大跌 又值不值得投资呢 另外有一位 买了不少国内的商业产品 一次又一次中伏的投资者 他怎样评价国内的商业项目呢 他又有一些什么的建议呢 下一集我会和大家继续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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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